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金荣老师热爱教学工作 除了提升孩子阅读以及表达力 也特别看重生命品格教育 将爱传播到校园 今天蒲公英来到国安国小 让我们先来听听 谢老师如何使用蒲公英进行教学 用爱翻转校园 我在综合课的时候使用 然后因为蒲公英月刊里面 有很多文章都非常的好 那我就把一本蒲公英月刊 我会找出六篇 不错的适合孩子的文章 我就是让他自己读 然后写心得 写完以后分成六组 然后六组来抽签 抽看看他们剪刀石头铺 看他们谁能够 谁要讲哪一篇 然后他们就一起 他们就先阅读 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一篇 他们抽到这一篇的心得 然后心得以后 他们要制定三个问题 当老师哦 三个问题来问同学 然后问完同学以后 你因为你对这篇文章有感想 所以你要把这个文章重新命名 然后剩下有五篇 你也要一起讨论读后心得 然后写出心得 然后还要重新命名 然后上课的时候 一起由学生上台 当老师上课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到说 用这种方转教育的方式 以学生为主体 让他在课堂上 让他当小老师来 来当老师来上这个品格课 结果效果更好 对 学生很愿意自动的来学习 然后因为他要当老师 他要很认真的 把这篇文章咀嚼过 然后他等一下又要回答问题 所以他几乎都要把每一篇 都读得很熟 然后读得很熟以后 就会转化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因为我很感慨说 现在的教育都重视IQ 我国语考几分 数学考几分 然后但是EQ AQ EQ就是情绪智商 AQ就是挫折容忍度 MQ MQ就是他的品格教育 这三Q都没有教到 但是我们出社会以后 需要的是IQ加AQ 加EQ加MQ 这四Q都必须要有 那个蒲公音乐坎里面 有很丰富的AQ MQ EQ 可以教导给孩子 你在上蒲公音乐坎的时候 等于是在教小朋友 AQ EQ MQ 但是你不是教条式的 你是很自然在课堂上 小朋友在讨论的过程中 你自然的带进去 那我那时候会用蒲公音乐坎 是因为我觉得蒲公音乐坎很多 你们都是教人家很正向 很积极的想法 很不错的文章 因为你 而且是我的懒人包 我可以直接从蒲公音里 找到我要的 我不用再上网去找很多文章 在谢老师的分享中 我们看见 一名老师对学生满满的爱 除了作文及表达力 也希望学生拥有 面对未来风浪的能力 在下一段的影片中 我们除了可以看见 孩子卓越的表达力 也能听见 透过希望乐坎 所进行的品格教学 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 那么到底 生命品格教育 还有什么样的魔力呢 下一集 我们再来听听 谢老师如何使用蒲公音 进行生命品格教育 用爱翻转校园 我们再来听听